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疫情這件事情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在意 目前除了說在萬華這一邊 確實已經設了一個快篩站之外 在今天板橋的部分也會設快篩站 新北市的板橋昨天206例的部分 因為兩天激增了386例 在新北的部分很大的一個重災趨勢在板橋 所以今天在新北的聯一板橋院區 會設立快篩站 一點的時候就會發放號碼牌 預計今天會篩到200位 好至於在新北這一邊 其實侯友宜他也啟動了一連串的措施 包括什麼 包括他們啟用第一階段要徵用醫院病房 原因是因為他們現在大家都不知道高峰在哪裡 所以必須要先把醫療量能給框出來 另外還包括了他們要設計一個集中檢疫所 裡頭有183間房 要來收治這些無症狀或者是輕症的病患 希望能夠把重症病症輕症給他分流出來 讓醫療量能能夠獲得妥善的協助 另外也要增加了居家防疫旅館403間 而現在大家要問的是到底你要不要篩檢 這個問題可能心裡頭很多人有疑慮 好這個是現在告訴你在4月15號之後 如果你有過群聚感染活動 群聚感染區的活動時 包括你可能在4月15號之後去過萬華區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來參加這個裁檢最好建議你 如果特別又有發燒或上呼吸道等等症狀的話 應該要去快篩站來做篩檢 而另一個部分呢則是有針對於街友外配 還有弱勢族群或者你有醫院來篩檢的話 都可以直接來到快篩站這邊來排隊0號碼 因為如果有症狀的話 就會立即將您送到醫院來採檢或就醫 這個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認為現在防疫的戰略要改變 因為A的N次反會無限大 所以如果A是E的話 那怎麼樣都是E 他要盡快的把這些可能有確診的人給篩出來 主要就是因為雙北的疫情確實是急速的在升溫 而其中一個篩檢站是萬華人際醫院的舊址這邊 新設了第五個快篩站了 目前的最新狀況把時間交給新倫 好 這裡是第五快篩站 可以看到後方非常多的民眾一大早就自己跑來這邊來排隊了 而且是差不多呈現了這個排隊的人籠 不過其實在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說他們在五六點的時候就來到這裡 因此還差點一度形成了非常多的人聚集在這邊 所以最後就指揮官是要求所有人 是分流分開來排隊 也就是說已經領到號碼牌的排一邊 另外一邊則是要來拿這個號碼牌 等到明天要來預約來快篩的民眾 不過一大早因為人實在太多了 有些人撐不住這個驗日 所以他們就是要求說可不可以再多發一百號的號碼牌給他們 我們看一下稍早情況 可以簽署嗎 我們沒辦法簽署 我們沒辦法簽署 因為其實在這個第五快篩站本來的量能是一百五十個快篩 所以其實這個量能在這邊的民眾 對他們來說他們覺得是不太夠的 不過他們一大早來排隊覺得好熱 而且等了太久了 想說乾脆可不可以再多發這一百個號碼牌 沒想到這個指揮官認為說其實民眾也相當辛苦 而且他第一時間是立刻來提醒所有的人必須要保持安全距離 要求大家拉開來站 最後這個指揮官是告訴大家說 好我可以發一百個號碼牌給大家 不過大家得耐心等候這個發牌子 因此所以不少人就在這裡持續守候 不過要是有民眾要前往這個第五快篩站的話 可能要評估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已經發完了兩百個號碼牌了 所以可能接下來這一百個號碼牌可能才下午才會持續再發 或者是說明天才會再繼續發給大家 以上是我們講話的狀況